黑影直升机6号一早就出动 即使花莲山区下起小雨 不过空情总队不受气候地形 阻碍执行救援任务 成功从山上将12名受困者载云下山 在搜救人员搀扶下民众来到安全地方 只见他们每个人脸上展露笑容 还比出赞的手势 感谢搜救队的辛劳 不过山区救灾行动可就没有这么顺利 他就线上随处可见大量落实 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也导致对外交通一度中断 原本要出动机具开挖 目前只能暂停作业 原本依据10点大型机具要集结上山搜救 但因为天后因素导致救援行动一再延后 虽然重型机具无法进驻 不过救难人员还是可以徒步挺行山区 但这回成功搜寻到被埋在落实堆下的失联者 幕后工程是他 哈林消防局特搜救犬小组成军三年 其中文有省今年满三岁 首次执行任务就找到罹难者 经过昨天的努力 包括我们各省市联合的收救队伍 还有那个收救权的努力 那么已经发现两位 两位那个那个人员 离弹的人员 截至6号中午 依旧有9人失联 尚未巡护 还有600人滞留山中 面对气候状况 救难人员把握每分每秒持续想通 希望能够传出好消息 金新闻综合报导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